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声音的我们有这道声音的七个震撼 29篇我们看见神以愤怒的风暴要自行审判 那这暴风吹过以色列的全地 然后也从以色列的全地 吹向世界各地 那还记得传道讲过的风从哪里来这篇信息吗 那是神愤怒的末至暴风 那人怎样在狂风暴雨之下无力无能为力 照样当神愤怒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人也一样的无力无能为力 28章我们看见诗人祷告求神刑罚恶人 还记得吗 那29篇我们就看见了恶人的报应 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28章的时候未到 29号时候到 来我们来看诗篇的29篇 我们一样把这一篇分成三段来分析 第一段 一节到二节 当将荣耀归给真神 那谁当将荣耀归给神呢 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三节到九节 这里是耶和华神的声音 在这段神的声音中 隐藏着人生的风暴在里面 就是启示录所说的 有关气雷所说的话 这是第二段 第三段 十节到一节 这里我们看到 神赐福给百姓 这福是什么福呢 特别神在审判的时候 这个福有帮助吗 好 我们一起读一节到一节 一二三 神的重子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 归给耶和华 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名 所当的荣耀归给他 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 荣耀归给耶和华 荣耀归给耶和华的神打雷 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 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远 耶和华的声音枕破香婆树 耶和华 耶和华枕碎立巴嫩的香婆树 他也使之跳跃如牛肚 使立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 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 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放眼 耶和华振动家底湿的窗里 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 树木也破落近光 凡在他殿中的都称受他的荣耀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作作为王 耶和华作作为王 直到永远 耶和华必是力量 给他的百姓 耶和华必是平安的福 给他的百姓 阿们 这一篇的中心信息 就是第十节 这里说洪水泛滥的时候 耶和华作作为王 然后再重复说 耶和华作作为王 然后这样就一致到永永远远 那这很明显 这就是神一眼末日大使 然后进入到永恒里面去 好 我们看第一段 第一节 这里一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 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 然后再重复说 你们要将荣耀归给他 谁当将荣耀归给神呢 那答案就是 神的种子当将荣耀归给神 那神的种子 包括天上的天使 以及在地上神的儿女 在俱约圣经常常提到 神的种子的时候 都是在特别的指名是天使 所以这里提醒 天使要特别的将荣耀归给神 当然也包括地上的神的儿子 世人不将荣耀归给神 但是我们神的儿女 一定要将荣耀归给神 那第一节 这是一个精美的细论 细论就是 整章的主旨内容的开头部分 非常精彩的开头部分 一开始就要将荣耀归给 在天上至高的真神 因为审判要到了 因为神做作为王 这是提醒天上所有的天使 以及神的种子 不要一同敬拜真实 并且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所以传道的讲道当中 常常提醒 我们的敬拜 是跟天使一同敬拜 我们的颂用唱诗 是跟天使一同敬拜 甚至我们听道 也是跟天使一同在听道 我们窥下祷告 也与天使一同敬拜 这是第一节里面 告诉我们的天上地下 把所有神的种子的敬拜 跟尊勇神 这样的见证 唯独真耶稣教会里面 听得到 看得见 因为在我们的见证中 无论在世界各地 哪里的真耶稣教会 都有天使祭会 天使唱诗 天使一同祷告 特别传道讲过的 在天国祭会 这个见证 真的是无论天上地上 都在敬拜真实 这是神的荣耀 我们将荣耀归给他 正如来祭会 敬拜神 就是神的荣耀 你就是在将荣耀归给他 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 祭会 勤劳祭会 因为你正在将荣耀归给他 人家说你都没有来祭会 这个也没有来祭会 那个也没来祭会 那神怎么得到荣耀呢 大家都没有来祭会 好 我们进入到第二节 如何将荣耀归给神呢 请注意第二节有三个重点 要将荣耀归给神的三个重点 这里说要将荣耀能力归给他 今日世人不将荣耀归给真实 当世人不归荣耀给神的时候 就是在抢夺神的荣耀 把神的荣耀占为己有 这是世人今天得罪神的地方 不将荣耀归给神 那就是你 你不将荣耀归给神 你就是在抢夺神的荣耀 抢神的荣耀 把神应该有的荣耀 占为己有 拿来给自己 所以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里面的圣职人员 这一点你要非常谨慎 非常小心 因为我们一不谨慎 我们也会抢夺神的荣耀 不将荣耀归给神 只归给自己 现在 现今不将荣耀归给神 这件事非常的严重 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 被启示了有一位 飞在空中传福音的天使 传警告的天使 他第一句话讲什么 知道吗 这个天使第一句话说 应当敬拜天上的真实 敬畏天上的真实 那就是要怕神 叫世人大家都要怕神 第二句话就是要示人 将荣耀归给神 这非在天上的天使 天空的天使 他传的福音 就是这两个重点 最重要的重点 因为今天的人不怕死 包括我们的信徒在里面 因为今天的人不讲荣耀归给神 然后我们一些人在里面 那天使有解释 为什么要敬畏神 为什么要归荣耀给神 为什么 天使说 因为神审判的时候到 审判要到了 你还不赶快来敬畏神吗 还不赶快地来讨好神吗 让神高兴 这是启示录十四章里面的意象 十四章里面的警告 这是第一个 要将荣耀能力归给他 第一点 第二点 要将神的名 所当的荣耀归给他 那神的名 神的名是自尊 自圣 自大的 但是 世人 却不把神的名 当作是自尊 自大 自圣的 世人把神的名 当作随便的 把神的名 尽当在地上 世人 不断地 嫌妒神的名 特别是启示录十三章的 那一些兽 特别是启示录十三章的那一些兽 特别是启示录十三章的那一些兽 来侍奉神 成为神的仆人 是要荣耀他的 却变成是不断地亵渡他 羞辱他的名 这是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 要怎样 要如何将荣耀归给神呢 第三个重点 这里说 要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他 那圣洁的装饰 也有翻译成 要以圣洁的作为来敬拜神 那请注意了 装饰跟作为是什么意思呢 装饰是只要用我们的外表 我们的衣着 我们的打扮 正派的衣裳 圣洁的衣裳 外在的圣洁 这个是外在的圣洁 然后作为是指内心的行为 内心表现出来的行为 所以敬拜神是 外在以及内在的圣洁 要用外在跟内在的圣洁 来敬拜神 那现在比较少看到这样的情 现在还是看得到 现在我还看得到 还是有信徒在安息 穿短裤 穿拖鞋 穿T恤来敬拜神的 已经有很多信徒提醒他了 他还是我行我是不听的 那天是圣禅 更重要的敬拜 他仍然是穿短裤 穿T恤 穿拖鞋来 领圣禅 我是令你很生气 你不懂得尊敬神吗 这里说 要以圣洁的装饰 就是我们的衣着 还有我们的行为 来敬拜他 但是这些人 他有很多理由来反驳我们的 他们最大的理由说 神是看我的内心 不看我的外表的 这句话是不是对的 其实是在受谎 是错的 是的 神看我们的内心 可是你的外表的穿着 你的表现 你的行为告诉我 你心里根本没有尊神为大 没有 你说神看你的心 可是你的心 跟你的行为 跟你的外表是一致的 表现一定是一样的 你若我尊敬神 尊神为大 你敢穿拖鞋 看短裤来领圣参吗 你今天要去 到大公司里面去 去应征上班 你敢穿短裤 穿多鞋去应征吗 你敢吗 你要见你的老板 见你的董事长 要开会的 你敢穿短裤 穿多鞋去开会吗 你说你敢吗 你绝对不敢的 你觉得这是藐视他们 你觉得这是不尊重他们的 你自己都知道 这是没有礼貌的 难道我们的神 天上的独裕真神 还比不上你的同事 还比不上你的公司 还比不上你的上司吗 神比不上他们尊贵吗 我的第一段 不要再说谎了 知道吗 不要再说谎欺骗自己 也不要说谎欺骗真神 欺骗教会 你的外表 你的穿着已经告诉我 你根本没有尊神 所以这里翻译得非常好 要怎样荣耀给他呢 就我要用圣洁的装饰 穿着端庄整齐 来尊重他 来荣耀他 也要用我的行为 内心的真实行为 来敬拜他 荣耀他 好 那我们进入到 第二段 那二段是 三节到九节 这一段就是神的声音 那么就是启示录说的 气雷所发的声音 气雷 刚好啊 你看三节到九节 刚刚好是七节 每一节里面 神都发出一个声音 一个雷的声音 打雷的声音 那么七节就发出 七个声音 那每一个声音 都像打雷一样 所以我称为神 所发出的 气雷 气雷的声音 气各打雷的声音 原来这个就是 启示录所说的 气雷所发的声音 我们来做个参考 请看启示录第十章 启示录第十章 我们读一节到四节 来一二三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从天降下 披着云彩 头上有红 脸面像日头 两脚像火柱 他手里拿着小书简 是展开的 他右脚踏海 左脚踏地 大声呼唤 好像狮子哄叫 不喊完了 就有气雷发声 有没有 第四节 气雷发声之后 我正要写出来 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气雷所说的 你要封上 不可写出来 在启示录当中 关于气雷在讲什么 没有被 被讲解出来 没有被写出来 其实这个气雷是什么来的 气雷其实就是神在说话 神说话的声音 而且神这时发的声音 是非常的严厉 非常的愤怒的 叫做气雷的声音 我们都听过打雷 打雷的声音是很可怕的 刚好刚刚我们要来气雷的时候 不是下大雨吗 所以有信徒说 他在家里听到打雷的声音 都很害怕 好几次打雷的声音 都很害怕 但是我相信 还不是最大声那种 如果你真正听到 很大声的那种打雷 你真的会跳起来 这样在家里 也会跳起来那一种 是真实这样 吓到你会再发抖 而且气雷 气雷的声音 是多可怕 一个雷声音都已经够可怕 那我们不知道 开始正当读起书 不知道这个气雷 是谁在讲话 那么读到诗篇29篇 今天这诗篇29篇 就知道原来气雷 就是神在说话 神的声音来的 那为什么要用雷声 来形容 来表达呢 因为神的声音很愤怒 这时候神的话 神讲的话都很愤怒 神的声音都是很愤怒的声音 所以用雷来形容 来表达 很可怕 好我们来看回诗篇29篇 第一个雷的声音 第一个打雷的声音 来第三节 一二三 耶华的声音 发在水上 荣耀的神 打雷 耶华打雷 在大水之上 那有些翻译是 神的声音 神打雷 在重水之上 所有的水上 原来神的声音 发在大水之上 意思是 神的声音 发在地球全地上 因为地球 这是被重水所包围的 那神的声音 就打在这个重水之上 就是很明显 就是指这个地球 我们所住的这个地球 那神的声音 如打雷般 正严厉的 对世人 发出严厉的警告 我们常常看到的狂风 大浪 闪电 打雷 这些都是自然界的现象 但是请你注意 自然界的背后 是神在掌控 所以这些自然界的现象 是有它的特殊意义 在里面 在其中的 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们来了解一下 看耶布基36章 我们读三十二节 跟三十三节 你看这些闪电 打雷 不是这么单纯的 里面有神的作为的 有没有 所发的雷声 怎么样 显明他的作为 又像深处指明告起暴风了 无论闪电 暴风还是雷声 都显明神的作为 有神在背后掌管 在背后的意义 这些狂风 闪电 打雷 代表神在发出声音 显出他的能力 显出他的威眼 他的威眼 这些声音 令人家害怕 听到都害怕 但我们爱神的人 我们遵行神旨意的人 不必害怕 请注意 神打雷在大水之上 第一个意思是 警告住在地上的人 第一个意思 当时不要说 神没有警告你 神没有通知你 神没有 事先提醒你 神的声音 打在重水上 打在这个世界里 听得到 第二个意思 神打雷在重水之上 第二个意思 就是要把 启示录 所有的灾难 降在地球上 因为每一个灾难 都是神的愤怒 神在打雷 神在发出 他的愤怒的声音 愤怒的作为 所以第三节 打雷的第一个声音 雷的第一个声音 是很可怕的 末日 所有灾难 要降在地球上 但是没有降下来之前 声音打在大水之上 是先警告我 先提醒我 打雷的第二个声音 第四节 耶和华的声音 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声音 满有威严 这里神的话 大有能力 因为他命力就力 他命有就有 他说要有光就有光 他的话 创造了宇宙万物 神的话 可以使二人 进入地 神的话 也可以使一个罪人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神的话 也可以使风浪平静 这就是神的话 大有权柄 大有能力 神的话 可以将一个死的人 神的话 进入他里面 他活过来 今日我们在讲台上 讲神的道 发出神的声音 应该是带有权柄 带有能力 在里面 让听的人 起了敬畏神的心 让硬心不悔改的人 听了 他会害怕 但是我们今天 讲到的人 有没有这种权柄力量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那么那些听到的人 他们的反应 听到神的声音 他们的反应 又是如何 他们会害怕吗 他们会开始 起了敬畏神的心吗 或者我们今天 在讲道的时候 没有讲出神的声音 发不出神的声音 那我们听到的人 听不到神原理的话 威严的话 听不到 还是根本烟耳不停 不是没有 是烟耳不停 这是我们 讲道的人 跟听道的人 我们双方 都要去检讨的事 我们再看第五节 这是第三个 打雷的声音 这里说 震破神的声音 震破香坡树 也震碎了 黎巴嫩的香坡树 香坡树是世上 最坚强 最坚硬的树 所以香坡树 被称为树中之王 但是树中之王 竟然被雷电聘碎了 连树心也被破开了 树皮也被破去 这些经约了多少百年 风吹已打的香坡树 现在突然间倒下 在神愤怒的暴风 发起的时候 那些最高的树 要先倒下 那等神审判的风吹起的时候 那些最骄傲的 最自以为是的 那些人 最先受到审判 然后这些最高的树 最大的树 全然倒下 最先倒下 在外面是这样 在教会里也是这样 在外面 启示录十六将 有记录说 有七种世上的人 全部倒 全部倒 没有一个占领树 那排在第一位先倒的是 君王 最高权柄的君王先倒 因为最高的树 要先倒 那其他的还算什么呢 在教会里也是一样 神启示 给以西节先看一项 在教会神审判的 从长老上去 长老开始 长老是代表 这位中最高地位的人 最有经验的人 侍奉神最准的人 先审判 所以我们今天 不要把长老 只是传到 这些职份 当过是一种帮杆 是一种第一位 你千万不要这样认为 你会死得更快 会倒得更快 我知道我们的事奉 越来越变世了 越来越变样了 这些是一种荣耀 变成一种地位了 我知道已经是这样了 你不要说没有啦 没有啦 你不要再说谎了 实在有就是有啦 反而承认他 会让我们更加的谦卑 让我们更加的谨慎 让我们不敢 不敢把这些职份 当作是一种地位 不敢 完全不敢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不要 叫我弟兄就好 我跟你讲 但你看圣经 好像 好像叶翰在写其中 他说 我跟你们是一样 做弟兄 他都谦卑地说 我是弟兄来的 跟你们一样的 我们进入到第六节 这第六节是打雷的 第四个打雷的声音 这里说 神的声音 使利班论山 跳跃如野牛 利班论山高 五六千尺高 那么这里有一个西连 接下去说西连 西连就是黑门山 黑门山也有六千多尺高 那当神大怒打雷的时候 使迦南地区 都震动起来 迦南的地区 所有的地方 都震动起来 这利班论山 黑门山 都是圣经迦南地 有名的山 是代表众山 众山林 都在摇动 都在震动 简单说 当神打雷的时候 迦南地的山 都像野牛 在跳跃 在乱动 就是没有规律的 在移动了 山都在移动 神的愤怒 实在叫人家害怕 所以先知他说 他看天 他看到什么 他看地 他看到什么 他看山 他看到什么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四章 看天 看地 看山 看到什么 四章二十三节 Jerima 4 第二三 先知说 我观看地 不料 地是空虚混沌 我观看天 天也无光 我观看大山 不料 境都震动 小山也都摇来摇去 这是神的声音 打出第四个雷声的时候 全山都在震动 天 地 山 都走样 都在走样 我们进入到第七节 就是第五个打雷的声音 这里说 神的声音 使火焰分叉 神的火一出来 会分叉 分开两条路 因为有这个意思吗 有啊 那以另一些翻译是说 神的声音 带着火 火焰 停下来 这样砍到 砍才 这样砍下来 神的声音 带着火焰砍下来 那也有另一个翻译说 神的声音中 有火焰闪出 在神讲话的时候 有火焰闪出 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一个人 拒绝神的话的时候 或者他在抵挡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听到道理 不接受 不顺服真理的时候 神的话就好像火 神的话已经变成了火 这火就要审判他 这火就要烧毁他 本来神的话是安慰人 是帮助我们的 是给我们力量的 但是当他拒绝接受 他算是抵挡神的话 神的话变成了火 这个火是要烧的 这是毁灭他的 将来神的话就要审判他 我们看 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根据 神的话成了火 要烧灭他 有没有圣经根据 请看耶利米书第五章 12节13节 来12节 12节 他们不认耶和华说 这并不是他了 灾祸不会临到我们了 刀剑和饥荒 我们也看不见了 没问题的了 13节 先知的话 必成为风 道也不在他们里面 这灾 必不临到我们的身上 这是以色列民说的 我们不怕神 这些灾祸也不会临到我们 你说有神的审判 有刀剑有饥荒 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到的就是 多么的享受 甚至他们 亲世先知的讲道 说先知的话 好像风这样吹过了 道也没有在我们的里面 说那刀是不在我们的 14节 来 那神怎么说呢 14节 所以万君之爷 知神如此说 因为百姓说这话 就说刚才讲的那些话 刚才讲的 我必使我的话 在你口中为火 使他们为财 这火便将他们烧毁了 神说刚才那些百姓 在讲什么 在乱乱讲话 什么灾祸不领导我们 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审判 讲这些 现在我要使你 使先知 你口中讲出来的话 为火成为火 那么这些百姓 要成为财 那火就要把这些财 烧毁掉 有没有 圣经很清楚说 神的话 如果你不听 你藐视 你拒绝 你抵挡 神的话变成火 要毁灭你 要烧毁你 所以我们听到道理 特别是严厉的道理 要我们圣洁回答道理 我们只能够接受 我们不能够抵挡他的 不能够去抵挡真理 抵挡神的话 我们虽然很不高兴 我们虽然感觉到很难受 但是我们也要接受的 要谦卑低头接受的 唯一的方法 就是只有接受而已 因为这个道理 若你不接受 就会成为火 烧灭你 那我时常讲的 启示录是一章 那两个末世的传道人 末世传道人 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在末世讲道理的时候 口中触火的呀 那炎门是说 有火从他们口中 碰出来 口中碰火呀 所以这样的传道人 烧着 让许多人厌烦 甚至厌恶 讨厌他 这种传道人 最终被撒党杀掉 那杀掉的时候 那些曾经被 这些道理烧到的人 被火烧到的人 心里很高兴 庆祝传道人死掉了 这种传道人死掉了 他们很快 还有一个重要的道理 神的声音使火焰分叉 分开两条路线 是什么意思呢 请注意了 对恶人来讲 神的话 一条路线是毁灭他的 去审判 神的话一出来 就审判他的 但是对那些义人 那些敬畏神的人 神的话一出来 也是火 可是那个火呢 不是审判他们 那个火是洁净他们 让他们更圣洁 烧他们 让他们更圣洁 现在我才明白 为什么神的话 一出来就变成两条路线 两条火路 一条是罪恶人的审判 一条是对那些敬畏神的人 去洁净他 让他更圣洁 那有没有圣经的根基 这样的解释 有没有圣经根基 请看以赛亚书四章 三节到四节 一二三 主以公义的灵 和混烧的灵 将西安女子的污蔑 怎么样 洗气 又将耶路撒冷中 撒冷的血除尽 那时 圣在西安 留在耶路撒冷的 就是一却 祝耶路撒冷 在生命之上 祭名的 必称为圣 这里说 耶路撒冷 那些西安的女子污蔑 还没有完全圣洁 有污蔑 有肮脏 神要用公义的灵 混烧的灵 来洁净他们 用火来烧他们 使他们更洁净 将污蔑除去 有没有 用火来洁净 所以有圣经根基 火是用来洁净的 有啊 火是审判的 审判的 那些火将来 二人要丢到火里面 去烧 那是审判的 有啊 有这样的灵 所以什么叫做 神的话 突然间分成两条路线 好 我们回到 诗篇的29篇 我们来讲 最后一个雷声 第七个雷声 第六个雷声 第八节 神的声音震动 旷野 特别是震动 家底诗的旷野 神愤怒的暴风 从北面的 利巴嫩 一直夸到油大南面的家底 从北部 吹到南部去了 那这个意思呢 也说明那时有许多人 从利巴嫩 环华热热热 丰盛的 丰盛的 利巴嫩 逃到无人的旷野 要逃避 耶和华 要逃避 神的奋怒 因为家底诗是旷野嘛 他们从热闹的 利巴嫩 跑到无人的旷野 要躲避耶和华 但是 你往哪里逃 因为 因为神愤怒的声音 已经震动到 家底诗的旷野去了 你要躲到哪里 那跑到家底诗 还有一个意思 家底诗的意思 叫做分开 名字的意思 叫做分开 这个家底诗 我们看这个 出旷野的时候 出埃及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这里 38年 第一次在打转 这里发生很多事 我没有时间再讲 以色列人很熟悉的 那神的雷声 震动家底诗旷野 在这里 神要把三羊绵羊分开 因为家底诗的意思 就是把它分开 把他们分开 那神到底要分开什么 打第六个雷声的时候 神要把二人跟一人分开 神要把中心的婦人 跟又懒又二的婦人分开 God wants to separate the faithful and the lazy servants 这是第六个雷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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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要震动家底诗 本在那边把他们分开 第七个雷声 第九节 耶和华的声音 惊动母鹿落胎 树木也透露近光 树木也在发动 也翻译成发动 母鹿上已跳动 不容易掉胎的 它本来就很会跳的 但是不容易落胎的 但是现在呢 因为神的声音 踏到它 母鹿也在落胎了 树木也因为神愤怒的暴风 而东摇西倒 好像在发动 树木也在发动 意思说 神的愤怒天地都在惊怕 自然界 动物界 所有的被创造之物 都在发动 都在害怕 耶稣说 连太阳 月亮都不放光 是吗 就如主耶稣被定死 十字架的时候 天地都黑暗 天地都在震动 磐寺也在奔裂 自然界都在害怕 你注意到吗 耶稣定死的时候 天地都黑暗 你知道吗 然后地也在震动 有没有注意到 还有磐寺也分裂 欧洲说 天地都在害怕 连神的儿子都敢杀 人太可怕 但是杀害主耶稣的那些人 不会害怕 天地都害怕 神却不害怕 始祖犯罪的时候 逃到树林中 躲避真神 亚当夏娃逃避死 那当神呼叫他们的时候 他们对神说 神啊 我听到你的声音 我们就发抖 听到神的声音 怎么会发抖呢 因为他们有罪了 所以有罪的人 听到神的声音 是害怕的 是害怕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祷告 被圣灵充满了的时候 那些外邦的 那些无谓的人 他听到我们的祷告 他会害怕 因为他心里无谓 他听到神的声音 圣灵发出来 他害怕 这样明白吗 可是呢 天地都在害怕的时候 有谁不怕的呢 有什么人不怕呢 我们神的耳里不害怕 请看下期第九节 凡在他殿中的人 都称说神的荣耀 不单只不害怕 还在神的殿中 赞美神 唱诗歌颂神 今天当你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 你是在害怕 还是在唱诗赞美神 那害不害怕 就要看你是不是 真正住在神殿中的人 你是不是在神殿中的人 我们做一个小小结论 弃雷所说的 就是神的荣耀 神的权柄 天上有声音对地上说 弃雷所说的话 你不可以写出来 不要写出来 但是我们今天 在诗篇二十九篇 是不是看到了 是听到了 原来在启示录的时候 到末词的时候 那些在圣殿外面的人 神说 不用跟他讲 弃雷所说的话 都封起来 不用跟他讲 不用让他知道 不用讲给他 不用讲给他听 因为 受了 他们也不懂 受了 他们也不听 听了 也不信 而且听了 也不接受 不接受都懂道 那神对岸说 封起来 不让他们知道 这个就是在 启示录一张 凉圣殿的时候 神交代说 殿外面的 没有进入到 圣殿里面的 不用凉它 把他当外方的 殿里面的 才要凉 殿外面的 不用凉 因为神 不要了 神把他们当外方的 那我的理解 弃雷所讲的话 要同处 不说出来 是对那些 殿外面的人 神说 我们不需要 跟他们讲 加上 圣灵 对众教会说话 弃雷所说话 你注意看 前面 圣灵讲的话 所有都听 有耳朵 没有耳朵 全部听 得胜的 还是失败的 全部听 到第四间 四五六七 最后四间的时候 圣灵讲的话 只针对 那些 得胜的 幸福讲 只针对 那些 有耳朵的人 来讲 原来 在最后 末日的时候 道理不是 给所有人的 只给那些 有耳朵的人 只给那些 得胜的幸福 最后那十节 跟十一节 就是神 是否给百姓 那么这个福气 是什么福气呢 请问 很重要的福气 第一 神 必施力量 给他的百姓 第二 神必施 平安的福 给他们 这个非常 在末日的时候 在生死 这两个福气 是非常珍贵的 非常宝贵的 因为这个时候 正是神 是愤怒的时间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时候 也是那个魔鬼 被释放出来 一千年完了 被释放出来 逼迫教会的时间 幸福的生死 是生还是 是得救 还是灭亡 就在这个 紧要的时段里面 这时候 我们缺少的是什么 我们缺少的是什么 我们缺少的是力量 我们需要的 正是力量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缺少力量的时候 主耶稣神 必施力量 给他的百姓 看到吗 这个神的百姓 是指那些 真正属神的人 神所承认的那些人 这个力量 可以抵挡 撒旦的攻击 各种的灾祸 让我们坚强 让我们有力量 来胜过这些灾难 那些忍耐的力量 还有种种 祷告的力量 什么信心的力量 种种力量 在这个时刻 神施力量很重要 很宝贝 少一点神施的力量 也可能过不了关 不能够得神 但是你不用担心 我们刚才说 哎呦我现在这么软弱 哎呦我很害怕 你不要担心 神说 他一定必哦 必就是一定 一定是力量 给他的百姓 你看到吗 你要信神 你要相信神会帮助你 是你很软弱 是你没有力量 神会给啊 这里说神一定给啊 圣灵会让他的动工 感动啊 帮助呀 第二个 圣神 必是平安的福给我 因为这时候 全世界 整个环境都没有平安了 这时候神是平安给我们 心里非常的平安 非常的平静 没有害怕 没有动摇 没有惊慌 很平安 这个是世界没有的 因为世界都在动了 大家都在喊 大家都在怕 大家都在哭了 但是我们却很稳 很镇定的 非常平静的 所以这个时候神说 他会是平安给我们 特别的平安 哈利路亚 你看到了吗 这时候耶稣知道 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耶稣知道 这时候我们需要一两 需要真正的平 那主耶稣就把 这两个福气给我们 这两个祝福 能够让我们得胜 能够胜过最可怕 最艰难的考验 我们结束前 看一些圣经 就来结束 什么叫做打雷的声音 What does it mean by the voice of the thunder 越波记三十七章 我们读一节到五节 越波记三十七章 一到五节 一二三 因此我心占经 从沿处移动 听啊 神轰轰的声音 是他口中所发出的响声 他发响声 正偏天下 发电光 闪到地际 随后 人听见 有雷声 轰轰 大发 微圆 雷电 戒连 无断 神发出 奇妙的雷声 他行大事 我们不能撤破 最后 就用这一段圣经 再一次的 去明白 什么叫做 奇雷法的声音 With this passage it is for us to understand what it means by the seven thunderstorms 上司 谢谢